HELLO 各位音樂店好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中華民國110年的9月4號 今天來帶各位看這一顆荔枝 是玉核包荔枝 那大家在鏡頭前面看這個玉核包 感覺上它很小顆對不對 很矮很矮然後很小 那其實這一顆玉核包是已經產果好幾年的一顆玉核包 那大家有在看我們的影片應該都知道 今年這顆玉核包也結了蠻多果子 那我們在採收完之後呢 我們就幫它做了一個矮化 那剪的還蠻徹底的 因為它是玉核包 所以我敢剪的這麼徹底 也就是人家所說的種剪 種剪完之後呢 今天你看它的整個生長的狀況非常的良好 所有的葉子又都長出來了 而且非常的翠綠 很健康 所以玉核包呢 這種荔枝比較不怕種剪 所以採收完之後做一個種剪 順便幫它做矮化 而且玉核包比較不容易有隔年不開花結果的現象 那如果是黑葉荔枝就有這種狀況 所以黑葉荔枝我通常是不太敢種剪 那玉核包的話就無所謂 那今天為什麼要拍這部影片跟各位做分享呢 因為今天呢 我幫他做了一個動作 也就是我們好朋友呢 陳兄 他又幫我們載了幾包羊便便過來了 那堆放在我們的園子裡面 那我今天呢 就幫這顆玉核包呢 做一個施肥 將羊便便一整包的羊便便呢 堆置在 撒在它的周圍 撒在滴水線的周圍 然後隨即幫它做一個澆水 所以慢慢的讓它能夠融入在土壤裡面 然後讓這顆玉核包慢慢的吸收 因為這個羊便便已經是曬乾的羊便便 而且已經發酵過的 所以呢 它 比較不會有發熱的一種狀況 對植物比較沒有傷害 所以堆置在它的一個滴水線的底下這邊 是沒有影響的 而且它釋放的一個肥效呢 沒有那麼的高 它是慢慢的釋放 而且我們是堆放在 暴露在那個地表上 如果今天我們是血絲或者勾絲 它效果會更好 只是說沒有那麼多時間 所以我們是屬於比較粗放的一個管理 所以跟各位看一下 讓各位看一下 人家說育兒包採收完之後 要怎麼修剪 那我呢就是這樣子修剪 幫它做一個種剪 然後再過了兩三個月之後 它已經又來很多葉子 而且長得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健康 那期待呢 明年的開春 它就能夠開花 那明年的五月就能夠 五六月就能夠再產果給我們吃喔 這是玉盒包 因為園子這個園區呢 非常的小 那種的果樹非常的擁擠 你看周圍的果樹都非常的擁擠 所以呢 我們不敢讓它長得太高大 因此呢 我每年呢 採完果之後 我們就會幫它做一個修剪 矮化修剪 我們在採收在管理也方便 OK幫它做一個施肥做個紀錄 今天的日期 110年的9月4號做一個紀錄 那我們看一下明年它的長果的表現 再分享給各位看 好謝謝陳兄 謝謝你你贈送的羊便便 對我們的果園非常有幫助 感謝你 拜拜